好 今天到前面非常非常开心的今天来到我们一传媒NBA决战时刻的游戏现场来采访 因为请您好 好 今天好 大家可以发现到我们台北电玩展的现场呢 有一个游戏非常非常的独树一格 而且播客很鲜明 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场 哇哦 有这个篮球场的感觉 没有错 我们来到了一传媒 引进台湾的那种非常厉害的游戏NBA决战时刻 那这个游戏呢 甚至也拿来NBA决战时刻帮我们介绍一下 它跟我们所有看到的其他游戏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说它特别的特色或游戏的精华呢 那我先说一下 其实NBA决战时刻最主要就是 因为我们是Lizer 就是从NBA那边直接来到台湾 那所以所有游戏里面的球员 还有就是球队 其实这真的是跟现在现场也是很简单的 对 那而且说游戏的特色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是经营的类型的东西 所以玩家就是好像是就是有球队的精力 然后也可以自动进入美机使用的球队的球队 然后谢谢他 就是希望就是大家玩家就可以成立了 这个法力使用的球队 才能成立的球队 OK 正常我们刚刚一个女士所说的 大家呢 如果你不常有在战球赛的朋友 尤其是非常招名是我们的球星的朋友 所有的这个球星呢 在我们游戏里面 都是可以看到他们 而且呢 我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什么时候 喜好来组队 所以比如说我很喜欢这个Cooley Bryant 或者是我很喜欢我们这个Babang Giz 我可以跟他们组成一队吗 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当自己的教练 或者自己的球队精力人 对不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宇宙不同 那后来呢 你看这个游戏 它我们本来台湾没有嘛 对不对 那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渊源 或者是契机呢 让我们有智慧 或者说让慧伯我们的会非常非常的 很想要把它引起台湾 所以今天我们在台北的电话展示 能够看到我们NBA决战取客 其实 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们有看过就是NBA其实在台湾地区 就是很熟很患的 那所以说 我们就是从Marcus在 开始开发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们也很好 开始去开发这个游戏的时候 所以就希望好多的游戏 尽快的游戏来 所以其实Marcus在 这个游戏在日本的台上的那种游戏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那个游戏 就马上把它做一个动作 然后就赶快把这游戏给台湾的游戏 这样的游戏 OK 所以是在玩 可能游戏的制作过程当中 你们就已经看到这个游戏混红 而且它是有吸引人的特点 对不对 有些镜头前面可能对这个游戏很想玩 但是他们都是新手玩家 所以是不是有一些绝招 或者是说带游戏本身 他有没有一些常识新手教学之类的 可以呢 跟我们 所有新的玩家朋友来介绍一下 那其实说 现在游戏刚推出 我们其实在这个新手的教学 和游戏都只剩 只要大家有一个下场 其实我们有一个问题 或一波的幻想 就是下午到底有没有玩家 可以怎样去做这个游戏的精灵 和教学 那而且说 现在游戏都拖不出 所以在我们的游戏跟游戏的部分 其实我们也确保 就是 玩家可以最少 起码可以得到死心的教学 那所以 现在是一个 机会 就是说 如果玩家 希望他跑得久 在这段时间 其实是非常能力的 那而且我们学生 每一天 因为我们的游戏 我们每一天 都收不住 十个西方 那所以 只要大家 可以多登录 那因为 每一半的时间 可以 足够的时间出去 到一个九年 的整个地方 可是我们新手玩家 其实都已经帮他们安排好 所谓的 类似 新手的优惠 只要你常常登录 如果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去 就是跟我们的游戏 有接触的话 就可以 往快的累积到 这个 可以 选到自己喜爱的 厉害的球员的办法 对不对 哇 所以新手玩家们 如果你想要得到 厉害的球员呢 我们的游戏 安排设计呢 都非常的完美 而且贴心 最后最后 还是要请问一位主编 因为台湾目前放进来 那也有很多的朋友呢 可能很好奇很期 但是没有这么的熟悉 所以在未来 除了我们台北 国际这一次的电玩转之外 是不是有规划 其他台湾的一些宣传活动 或者是长期有一些其他的计划吗 这个是福定有的 那所以其实因为 在我们应该做会跟NTA那边 去一个很实际 很精切的工作 那比如说 恩怨愿 如果大家在球迷 都会知道 恩怨愿是NTA 一个很大的一个 活动 就是要包起来 那其实我们也会 不在一部心里面 也会推出一个 也会放一些实际的比赛 而且往后的那边 也会办一些实际的比赛 就希望 喜欢打赏 也会参加我们的游戏 然后 就是他们对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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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跟我们 这个 NBA的球星 比如说邀请他们来台湾 或者是说 哎 他会办一些活动 接下来我们这一刻 决战时刻的游戏 一定有机会 所以喜爱我们 NBA决战时刻游戏的朋友 要快入手 而且呢 有机会到我们 我们明年啊 在游戏里面就完 在我们所谓的全民心大败 对耶 今天已经1月了嘛 所以2月就有机会玩到 我要好期待 我再一次谢谢日期 谢谢你 谢谢